南非起诉以色列种族灭绝 国际法庭做出了判决 那么如何将判决执行下去呢 南非起诉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议案 国际法庭日前做出了初步判决 并且发布了紧急命令 媒体报道 法庭日前公布了临时措施 这份文件具有法律约束力 要求以色列遵守相关国际法 采取措施防止种族灭绝事件发生 并且以色列必须对巴勒斯坦人 提供基本服务和人道主义援助 美联社将国际法庭的判决和决定 视为对以色列最严厉的国际谴责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称 虽然国际法庭没有下令让以色列停火 但这样的判决意味着 南非的起诉被认为是合法合理的 是被视为对以色列最沉重的一次外交打击 以色列的态度当然一万个不服 总理尼泰塔尼亚胡随后发布声明 直接表示相关指控是错误 并且令人愤慨的 内塔尼亚胡同时宣布 以色列将会继续捍卫自己的国家 而以色列政府高官直接破口大骂 包括国家安全部长在内的内阁要员 将国际法庭的判决形容为反游主义 我觉得以色列右翼那帮人都快磨正了 仿佛全世界都欠他们 但凡有一点反对的声音 他们就说是反游主义 别的国家必须按照以色列的意志来看待巴以问题 你看这种狂妄的心态跟当年军国主义思想有多少相似之处 大家自行判断 但现在的问题是国际判决有了 那么如何将这个判决执行下去呢 海外国际法庭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 这个判决和临时措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具有约束力 那么如何确保这个约束力能够贯彻下去 这就要看安理会了 我们知道 由于美国的包庇 安理会一直难以对巴以问题形成有效的决议 只有之前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 美国有一次弃权 进而通过了一份没有强制力的决议 现在国际法院有了初步结论 很多国家开始呼吁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措施能够贯彻下去 确保判决能够得到执行 美国这下也难办了 黄盛顿高官之前不是一直说 美国要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吗 好了 现在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是准备大一灭亲和国际社会一起把以色列给办了呢 还是准备一笑到底和以色列一起把国际秩序给办了 顺带还把自己的霸权地位给摧毁呢 现在以色列是空前的孤立 国际法院初步判决公布之后 除了阿拉伯国家之外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欧盟 西班牙 爱尔兰 不少西方国家和组织均表示支持判决 而内塔尼亚湖唯一能指望的就是美国了 正如英国《卫报》形容的那样 阿尔及利亚等国现在在案例会上发起决议 这让以色列的盟友美国和英国骑虎难下 因为和以色列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 还有西方所谓给予规则的国际秩序呢 我说对我的葱文贵有没有 而且是个舞台优优独立的 我俩为的各用的装作